為什麼我的胸肌總是練不大 儘管我已經盡可能增加訓練強度、次數了 所以總是覺得自己的胸型不完美 輪廓不夠明顯 胸膏不夠深 上胸不夠飽滿 要把一個肌群練得多好 取決你對它的認識有多深 奧奧的SKY 今天帶大家從解脖的角度 肌肉的分布位置以及神經肌肉徵兆 帶大家認識你的胸部肌群 那你知道自己在練 為什麼要做這些訓練動作 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大化的提升你的訓練效力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自己要的是 外型的改變還是力量的提升 大多練胸的人都會做臥推這個動作 如果你今天單純只想推得更重 讓重量一次次的往上加 那你的訓練方向會著重於更強的神經肌肉徵兆 當你徵兆越多的肌群來一起完成臥推這個動作 相對的你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來握推起更重的重量 那麼如果你今天的目標 是想快速的把胸肌的外型 要素起來 那麼我會建議你先放下最大重量的堅持 把更多的心力放在 訓練角度 速度節奏 肌肉感受以上 這邊並不是說你不需要大重量的訓練 肌肉成長三大要素中 機械張力 代謝壓力 肌肉損傷 其中的機械張力就是需要一定的重量強度來幫你達成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為了推得更重 會加重 那麼這樣只會讓機械張力分散到你的其他肌群上 消耗了你大量的能量系統 卻沒有很好的轉換到你的胸肌上 我打個比方 假設你今天靠著大量肌群的神經徵招 握推100公斤 轉換到胸肌的比例為60% 其他40%分散到你其他肌群 那麼你胸肌的機械張力就是用60公斤在做工 但是如果你今天盡可能的把感受度 集中在胸肌的肌肉收縮上 握推80公斤 轉換到胸肌的比例為80% 那麼你的胸肌機械張力就會變成是用64公斤在做工 明明重量推得更輕 消耗的能量系統更少 但是吃進胸肌的重量卻更重 這邊再次強調 大重量的訓練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過重的重量會讓你胸大肌的徵招 達到飽和後 翻站至肩膀以及三頭肌等等 反而讓胸大肌的輸出下降 所以如果你想要注重外型的改變 那麼四度的重量 節奏的控制以及角度的變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在訓練前 明確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畢竟人的能量系統有限 如何最有效率的轉換到你的訓練目標上 才能最快的讓成效反映在自己的身上 接著我們來聊聊訓練角度的重要性 首先呢我們把雙手舉起來 然後做一個空氣握推 所以想要自己的手上握著槓 直上直下發力 推出去 發力之後呢我們用另外一隻手 去按壓你的胸肌各個部位 靠近鎖骨的上胸 靠近肛骨的外側 然後靠近肋骨的下胸 靠近胸骨的中間 以及我們的胸大肌正中間 大多數的人呢應該會發現 按壓的這五個地方啊 當你在做假想握推的時候 有三個地方它按起來硬硬的 然後有兩個地方呢按起來 特別的快 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暫停試試看 你會發現胸大肌的深層肌纖維 靠近公骨的外側 以及靠近肋骨的下約 這三個地方是硬的 但是靠近鎖骨的上胸 以及靠近胸骨的內側 壓起來卻是軟綿綿的 當你不斷的訓練握推 重量一次次的往上加 卻還是覺得胸型不夠完美 因為我們的上胸跟內側 它是需要更大的角度變化 才能達到肌肉收縮的 那現在呢再讓我們把 雙手舉起來一次 再做一次假想空氣握推 但是這一次我們把 拳頭向身體的中心靠近 發力推出去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來按壓看看 你們會發現 靠近胸骨 胸肌內側這個位置 因為收縮了它變得很硬 那要把它運用到訓練上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在正常握具的握推後 加入窄握具的握推 就可以增加更多胸大肌 深層、淺層以及內側圓的肌肉收縮 另外像是健身房常見的 蝴蝶肌夾胸、懶神夾胸、壓力窄握推 或是一些機械式的訓練器械 這練習油外巢內的訓練軌跡 對於胸肌的肌肉收縮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如果你是想讓上胸肌肉更加厚實 跑滿的話 這種上斜角度的胸推 是一定要做的 尤其是油外巢內的角度 不論你是用懶神、壓力窄推 或是機械式固定軌跡 都是很不錯的訓練方式 但我覺得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不論你是用哪種不同的訓練器材 來做各種不同的訓練動作 我都會建議大家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頂峰收縮 以及緩慢的離心 會這麼說是因為有太多人 甚至是我自己以前 都會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離心時 手臂與身體的角度 能多開就多開 好像這樣才能更完整的收縮到肌肉一樣 事實上把角度做到那麼極限 確實能讓肌肉有更多的收縮 但是半選擇而來的是 較大的受傷風險 要知道在健美訓練中 胸大肌撕裂傷的風險 比瘋二頭撕裂傷要更常見 而且肌腱交接觸是結構最弱的部位 一旦撕裂會非常的難復原 肌肉收縮它一定會連到其他的肌肉伸展 將關節伸展到極限來做訓練 也是一件好事 重訓跟放鬆伸展是兩件事 我是覺得為了那麼一點點的肌肉收縮 和打突提升 實力上的風險非常的冷藏濕 所以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活動角度適度就好 不要刻意拉到很開 專注在頂峰收縮 以及控制好離心的節奏 才是更應該要注意的事 最後來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如果你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最有效率 最大化的急震 胸肌肌肉量以及胸肌的外型的話 平胸臥推 上胸臥推 夾胸飛鳥 這三種類型的訓練動作 是你一定要做的 那記得我前面所提到的 不需要過度將關節伸展到極限來做訓練 更應該把注意力放在頂峰收縮 以及離心節奏的確實 平胸臥推可以使用 啞鈴、槓鈴、史密斯、機械 如果你是使用槓鈴或史密斯這種 無法在訓練中改變握具軌跡的話 那麼就必須在寬握具之後 加入斬握具來做訓練 上胸臥推可以使用 啞鈴、槓鈴、史密斯、機械、 懶神 朋友會建議像是啞鈴、機械、懶神這種 在訓練中可以由外向內改變握具 增加肌肉收縮的訓練動作 健美效果也會更加顯著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槓鈴或史密斯 來做大重量 之後再去做啞鈴、機械或懶神收尾 這會取決於你的訓練時間有很多寬慾 以及健身環境是否能讓你執行 夾胸飛鳥我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肌肉感受度長過沒那麼好的話 使用觸碟機、懶神 這類的機械就助於讓你練得非常好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的胸肌健美練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更加的認識你的胸肌 你能夠把人體的肌肉分部摸得多手 也就能夠練得多好 並且能在最安全的狀態下提升你的訓練成效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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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快點 謝謝